在消防人員陪同下 山海關大樓住戶慢慢走上樓 而樓梯間牆壁早已嚴重軍裂 趕緊將貴重物品打包 因為他們只有半個小時收拾家當 結構技師對山海關大樓發出 圍樓紅單警示 全棟一百一十八戶三百多人 都被疏散安置 五號開放半小時給住戶收拾家當 而前衛生署長葉金川也是受災戶之一 說的就是這個 哈佛傑出校友證書 葉金川跟太太整理了三個行李箱的家當 還有好幾個包包 拖著洗禮箱大包小包 葉金川要暫時回台北住 這起強震造成多棟建築物受損 花蓮縣府立刻開放八處場域供受災住戶收容避難 還備妥餐點 讓住在天王新大樓 來自中國貴州的婦人就甘心 花蓮中華國小共收容九十一人 什麼時候能回家不知道 但至少還有片刻安寧 三天新聞做我們報導